疯狂的一天 乌导弹轰炸黑海舰队司令部 克里米亚传来15声巨大爆炸 王牌军成为历史 俄罗斯情况不妙 乌军干了一票大的 第58集团军总部秘密基地被炸 重要里程碑 乌军拔龙牙 装甲车突破俄罗斯东南防线 乌冬战场出现新变化 乌军载获重大胜利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 我是宇童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要先感谢好朋友 宽慧武和Catchup Fishing Peterson 你们的超级感谢 还有每次给我点赞留言的好朋友们 正因为你们每次的热衷支持与鼓励 才能使我们团队更加向前迈进 希望朋友们能够继续给我们支持鼓励 感谢 好 现在开始我们的节目 又是疯狂的一天 9月22日的中午 塞瓦斯托布尔黑海舰队司令部 遭到了乌克兰军队的导弹袭击 事发约在13点左右 一枚导弹直接击中了司令部大楼 这座建筑位于克里米亚半岛 由俄罗斯国防部所掌控 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他们成功击落了5枚导弹 但碎片飞散 造成了附近建筑物起火 这次袭击导致一名军人丧生 另有6人受伤 当地政府发出警告 说可能会有第二轮的袭击 乌克兰空军司令尼古拉奥列什丘克 在社交媒体上 感谢了乌克兰空军飞行员的辛勤工作 同一天 克里米亚地区的费奥多西亚 和巴赫齐塞赖军事基地 也遭到了乌克兰军队的导弹袭击 根据当地消息 俄罗斯在费奥多西亚中央地岸上 发现了地雷 目前工兵正在进行排雷工作 通道被临时封锁 近期 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攻击行动不断升级 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 22日稍早 他们拦截了一枚导弹和两架无人机 在21日晚 他们也击落了19架前来袭击的无人机 当地居民和媒体都听到了15次巨大的爆炸声 实际情况如何呢 乌克兰稍后宣布 他们成功击毁了克里米亚地区的S300和S400防空导弹基地 乌克兰还公开了卫星图片 清晰显示了导弹基地已经被摧毁 据报道 摧毁的S400导弹基地价值超过12亿美元 这已经是克里米亚防空的一个重要据点 此外乌克兰还对克里米亚的港口进行了袭击 导致其中两艘船在港口进行维修时被击中 卫星图片显示火势非常大 俄罗斯承认这次火灾是由无人艇引起的 现在看来乌克兰最近对克里米亚的各种打击应该是一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 乌克兰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对一个战略地点进行如此连续不断 如此计划周密的打击行动 近期乌克兰进行了一轮大规模的空中袭击 导致俄罗斯刺夸最强的海军黑海舰队已经几乎成为历史 9月21日乌克兰再度动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并采取牵制战术 对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基地进行大规模空袭 其中一个目标是萨基空军基地 据乌克兰情报局表示 这次袭击是由特种部队空军和海军联合发动的 袭击发生时机场内至少有12架苏24和苏30战斗机 还有铠甲防空导弹和火炮系统 以及伊朗的莫哈杰尔攻击无人机操作员训练基地 俄罗斯电报频道证实 至少有30名士兵在袭击中丧生 并且有数架飞机和重要设备遭到损坏 消息人士告诉基辅邮报 无人机被用来引诱并超负荷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为随后的导弹袭击铺平道路 俄军成功击落了无人机 但却错过了随后的导弹攻击 在这次袭击中 乌克兰的第二个袭击目标 是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的通信中心 但具体战果尚不清楚 值得一提的是 在前一天的袭击中 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部的第744通信中心遭到袭击 导致至少一座建筑受损 部分建筑物被摧毁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克里米亚黑海舰队驻地和总部都多次遭到袭击 以前乌克兰缺乏远程攻击手段 主要使用的是老式短程弹道导弹 如改装的S-200防空导弹 对地导弹以及无人机 但现在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巡航导弹 特别是英国的暴风阴影巡航导弹 这已成为主要攻击手段之一 再加上大量的无人机和无人机协同作战 俄军的防守变得相当被动 有人猜测 这是黑海舰队总部遭到袭击 很可能是由暴风阴影或斯卡普一击远程巡航导弹发起的 再加上现代战争已不再区分前线和后方 战争的范围已扩展到导弹射程内 此外 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地区缺乏防御深度 并且空中预警资源有限 因此必须调遣防空力量 应对远程攻击 总的来说 黑海舰队似乎已成为乌克兰的重要攻击目标 自冲突爆发以来 乌克兰已经成功摧毁了黑海舰队20艘不同类型的舰艇 总盾位超过5万吨 黑海舰队几乎已经没有多少资源储备了 除了克里米亚 乌克兰最近也在梅利托波尔掀起了一场重大行动 据报道 乌克兰情报部门的精密侦察发现 俄罗斯第58集团军的总部 竟然藏身在梅利托波尔的一家发动机工厂内 真是匪夷所思 这一情报立刻传达给了乌克兰军方 在特种部队的协助下 乌克兰军队实施了一次精准打击 直接击中了俄罗斯58军的总部 结果俄罗斯联邦第58集团军的军长和参谋长受伤 还有十多名高阶军官不幸上升 伤亡人数更是倍数增加 乌克兰梅利托波尔市长亲自在电视上确认了这次壮举 这次事件后 58军的高层恐怕不会再轻易将总部设在发动机工厂这样的地方了 但即使他们改变地点 也难以逃脱乌克兰军队的精准打击 只要目标一曝光 乌克兰军队总能找到适合的武器来消灭他们 只要侵略者还在乌克兰领土上逗留 他们只会面临毁灭的结局 外界认为这一事态发展使乌克兰的反攻处于关键时刻 乌克兰希望向南挺进到亚洲海 切断俄罗斯沿俄罗斯大陆和克里米亚半岛的补给线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阻碍俄罗斯守住其仍占领的近20%的乌克兰领土 即使乌克兰军队无法抵达海岸线 但进一步的推进可以让他们用火箭弹和大炮瞄准俄罗斯的补给线 从而阻碍莫斯科支持其占领军的能力 乌克兰军队近日还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 他们成功用装甲车摧毁了俄罗斯在该国东南部的主要防线 这可谓是为期三个半月的反攻行动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次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焦点集中在扎波罗热州维尔伯维地区 他们派遣了大量坦克发动了猛烈攻势 并且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而俄罗斯方面 他们在维尔伯维地区布下了大量的防御攻势 包括所谓的龙牙和反坦克水泥三角锥 试图构筑第二道防线 以抵挡乌克兰的进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乌克兰军队派出了装甲部队 成功摧毁了东南部的入侵者主要防线 乌克兰的装甲部队突破防线后 俄罗斯方面则急于调动后备部队 试图堵住突破口 目前突破口仍然相对狭小 双方正在激烈争夺控制权 双方都遭受了重大损失 如果乌克兰能够稳住阵脚 将有可能让更多的装甲部队通过突破口 进攻俄罗斯较弱的地区 一位名为Rob Lee的博主指出 乌克兰的第82空中突击旅 使用了各种装甲车辆 包括史翠克坦克 黄鼠狼坦克和Max Pro防地雷反复机车 他们成功越过了反坦克障碍线 向维尔伯夫发动了进攻 还有消息称乌克兰军队持续突破 俄罗斯在维尔伯夫的防线 并可能正准备发动新的攻势 这可能会使俄罗斯处境更加恶劣 据悉 目前乌克兰已经收复了维尔伯为以西 约3平方公里的领土 在乌东战线上 日前发生了一项重大的变化 由于俄军并不甘心失败 因此正在策划一场新的反击行动 最新消息显示 卢干斯克地区聚集了两支庞大的作战部队 他们打算同时发动两路攻势 目标是奥斯基尔河 这里驻扎着俄罗斯的王牌军队 第一坦克集团军 这个军团拥有四支装甲坦克师 目前他们正在坚决地清理自己的地雷区 并且紧急动员民用车辆 准备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机械化部队进攻 尽管这给乌军带来了一场新的考验 但也是一个好机会 可以说俄罗斯正在将自己的资源投入殆尽 才有可能停止战争 而乌克兰正好可以利用俄罗斯的进攻 痛击俄罗斯军队 在巴赫木特前线 乌克兰军队的先头部队 成功攻入了库九米夫卡的中心地带 至于克里什齐夫卡和安德里夫卡一带 乌克兰军队已经逼近了T0513公路 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将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困境 乌克兰的最新突破正在逼迫俄军的指挥官不得不将他们的步兵和炮兵分散开来应对 同时俄罗斯正急着在乌克兰集中进攻的区域后方加强防御攻势 对于乌克兰战士来说 前进的路依然充满艰辛 在广阔的龙田上 他们奋勇作战 但也有许多勇士倒了下来 对此 一名乌克兰军官表示 我们会全力以赴 不惜一切战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